什么?我们经常用的这句《如花美眷似水流年》 竟然是牡丹亭中柳梦眉妖杜丽娘上车时说的话 没错,文化人撩妹就是这么优雅 大家好,我是晚风 这一期是我们牡丹亭系列的第三次 这二期咱们聊到了第十出《惊妄的上半部分》 在这一段中,丽娘第一次走进花园之中 感叹,原来岔子烟红开遍 似这般都赋予断井腿圆 而后,怀着对被禁锢生活的无限伤感与绝望 与花园小气的丽娘陷入了梦境 那么,接下来的这一段 便正是因为R级桥段 在我们的选修教材中被一简眉的江梦的后半部分 也正是开启牡丹亭所有后续内容的戏剧之言 另外说一点,严谨起见 在曲词上,本期的内容是根据牡丹亭原著的文本 而背后是略有改动的昆曲等的剧本 还有,这一期有点长 不过请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后 因为这期的七分钟经典经梦值得拥有 OK,现在咱们就一起来看看 丽娘到底做了个什么梦 只见一位手拿柳枝的少年 忽然出现在花园之中 那少年生得仿佛一轮秋月般青雅俊矣 远远望去,更似是天外飞仙一般 少年瞧见丽娘便静止走来 清俊的脸上露出一抹灿烂的微笑 开心的,恰好花园内折取垂柳半枝 姐姐,你既烟通疏使,可作诗以赏此柳之乎 见此英俊少年郎,丽娘既惊又喜 可转念一想,这小哥哥谁呀 我又不认识他,他怎么跑这儿来了 于是,咱们的丽娘假装镇静 看了那少年一眼,并不作言语 可谁曾想,少年见丽娘不回话 竟直截了当地来的句高田大表白 小姐,我可是深深地爱着你呀 按牡丹亭的原文就是 小姐,咱爱杀你丽 说句题外话,看牡丹亭 你一定会爱上这个丽子 因为柳梦梅的表白实在太魔性了 爵士帅哥加今天表白 这冲击力已经很强了 更别说这后面,咱们的男主 又来的段极其优美且赶上的山桃谷 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 世达而闲寻遍,再幽归自恋 如花般的美人,似流水般的光阴 我到处地久久地寻找着你 可谁曾想,你竟独自一人 在这生归之中黯然神伤 上一期我们聊到过 丽娘伤感的是什么 是百花盛开无人赏 是美好的生命终将在礼教的禁锢中被虚毒 所以,如花美眷,似水流年 刘梦没仅用八个字 便点破了丽娘的心结 而剩下的两句 世代而闲寻遍,再幽归自恋 则是暗绰绰地表忠心,表爱恋了 我到处地久久地寻找着你 可谁曾想,你竟独自一人 在这生归之中黯然神伤 这句话妙啊 九分怜惜感伤 外加那么一丢丢撒娇满园 我到处寻你 你竟不知 而见你一人黯然身伤 我更是心痛的爆炸 我的天 柳梦没这撩妹技能简直满点啊 送一下我吧 我想给你雪开车 不过,这还不是最绝的 最绝的还在后面 接着,咱们的男主直接放大招了 小姐,和你纳大尔讲话去 这小哥哥是有点的差异在身上 晚风我来翻一下 这句话就好像直接说 小姐姐,我们一起盖棉被聊天天吧 丽娘一听便笑了 柳梦眉顺势悄悄牵起丽娘的衣角 丽娘瞧着这少年低声故意打去她的 秀才,做什么去? 哎哟,这其逢对手的互聊 来来来,小伙伴们猜 面对着高难度问题 咱们清俊如秋月的小哥哥会怎么回答 他会不知所措翻面江上一军吗? No, no, no 我们男主绝不会认怂 柳梦眉这温柔小哥竟然直接改打直球 和你把领扣松,衣带宽 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 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 省略部分还请小伙伴们自行不足 丽娘哪见过这阵势 脸刷的一下就红了 而柳梦眉这边呢 则是该出手时就出手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一把抱起力量 向湖山石畔走去 此处省略不可描述三百字 瞧瞧,四百年前这男主 这反差萌 这奶狗狼狗无缝切换 晚风我敢打赌 四百年前姐妹们看这段的时候 绝对和咱们现在一样 边尖叫边快乐的磕CP OK,审判时间到 现在请大家给牡丹廷惊梦这段的 男女主相逢重头戏打个分吧 满分五分 大家可以把分数打在公屏上 《惊梦》这出戏 是牡丹廷整部剧的戏演 杜丽娘与柳梦眉两人 一梦缘起 自此开启了生生死死 人鬼痴缠的惊世绝恋 更开启了后续剧情中 情与理的尖锐斗争 正如我们在第一期所聊到的 在汤贤祖生活的明代中晚期 城主理学被曲解 进而对人性的禁锢 已经到了一种登峰造极的程度 而与此同时 女性的生活更是水深火热 裹小脚 贞结排放 这些堪称病态的手段 都极其残酷地 枪害着女性的身心 在这样的背景下 一批先进的思想家 与知识分子涌现了出来 他们主张尊重自然的人性 并倡导将最基本的人域 从不必要的理学教条中解放出来 而汤贤祖便证实着其中的意愿 因此在惊梦中 汤贤祖大胆地直面了 一个女人的情思 更将杜丽娘与柳梦梅的欢慧 描写得无比真挚 热烈而美好 这其实是在勇敢的招式 天然的人性 就好像浪漫的花朵 大好的春光一样 是自然而然与生俱来的 这一切应该被证实 而不是被扭曲 被视为罪恶 而这种惊世骇俗的反叛精神 与对自由生命的不懈追求 便正是牡丹亭这部作品 跨时代的先锋意义 同样的 在《红楼梦》第23回 黛玉也是因为听懂了 惊梦背后深刻的反叛意味 才内心震动 又侧耳听时 只听唱道 则为你如花美眷 似水流年 黛玉听了这两句 不觉心动神谣 又听到 你在《幽规》字连等句 一发如醉如痴 站立不住 便一蹲身 坐在一块山子石上 戏叫 如花美眷 似水流年 八个字的滋味 如花美眷 似水流年 四百年后的我们 在吟诵这句词时 所更多感受到的 是潜词造句的优美 又或带着些 对时光流逝的感伤 但再也不是 丽娘与黛玉所心痛的那种 对束缚人性枷锁的血泪控诉 而这大概就是争取 人性自由与解放的意义所在 好了 这一期关于惊梦 我们就先聊到这了 下一期 我们继续一起来读 牡丹亭中的千古名句 与唯美桥段 当然还有 如果大家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请一定要多多点赞转发 晚风我爱杀你们的 我是晚风 咱们下期见你